大家好,8点一刻了,这有个粉丝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 这有一种药,我看它这种药我也不认识 但是这个药标价是叫阿伐蒂泥片 也叫太极华,这一个药就九万七 前一段不是说中国有一种治癌症还是治什么的药 好像要五十万还是要多少万 实际上那个药在人家国外,在日本,什么澳大利亚 包括在仿制药的印度,那都是几十块钱吧 如果不在医保范围内,可能才几百块钱 中国这个也太黑了啊,太黑了 然后这哥们说让我聊聊西班牙的医疗 说实话,我偶尔去医院啊,在西班牙 很少去,总共也没去过几回 就是有时候去做个体检什么的 西班牙的医院,据我的亲身的观察 就没有收费缓解 让中国啊,有这个收费处 是吧,就没有啊 我们家呢,是三口人 我们上的保险,医疗保险 一年人民币一万多吧 如果你真穷,你是那种难民 你是偷渡的,可能都不要你钱吧 这个我没打听过啊,没打听过 反正我们家全家是一年一万多啊 这个西班牙的医疗水准水平还是相当高 有一种儿童吧,就是一种属于罕见病 儿童的一种肿瘤吧,一种什么癌症好像 就是发生在儿童身上 这个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能给看好了 也不能说看好吧,也有死的 就是说那个有生存的几率啊 有生还的可能 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西班牙 美国那边可能医疗费要贵一点 而且呢,取得美国的签证不容易 我们知道的有一批人 国内的就是很不幸啊 就是属于比较倒霉 孩子得了这个病 然后家长就带着这些孩子 好像就住在丰斗吧 好像是啊 有那么一批家长 可能有那么个一两百个吧 不知道他们是持什么签证 也许是旅游签证还是什么 反正几年前就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彼此之间有联系啊 就到了巴塞罗那了 就在这治病 至于马德里首都嘛 我们是第二大城市 至于马德里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就不清楚 也许也有 反正就看病 当然看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孩子就死了 有些还活着 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见过没有 见过一次 见过一次 就是说 特征就是有的时候 就老百姓的话叫打蔫 就是不那么振奋 你看那小孩就萎靡不振的样子啊 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也是听几个朋友说过 还有原来我住的地方 有个小伙子是陕西西安人 他是在我们这开了一个理发馆 然后呢 这小伙子算有点善心 他觉得那些人可怜 他就是说那些家长带着孩子 如果要是理发可以到他那去 就不收费啊 是那个情况 所以我听那小伙子聊过 还有一次 有一个公司的小老板 他出生在新疆 然后呢 他爷爷奶奶是上海人 姥姥姥爷是山东人 他是新疆出生的 然后在这边做生意 做的还不错 有一次 他也是一种公关行为吧 一种商业推广行为 实际上就是 也算是做善事 就放映了一部中国的电影 然后在这边也可以放 他就他花钱嘛 租了一个电影院 就把那些换这种罕见的 儿童类的可能是肿瘤的 那些患儿和家长 有那么几十个家庭 给请到那看电影 因为他跟我关系熟 所以他也请我也去了 看那个电影 那次我见到那些孩子 看着外观上 就是看着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 但是我听说是有些孩子 严重的最后也就死了 就失去生命了 这也说明 反正我们这的医疗还是不错 还有北京过来的一哥们 北京过来的两口子 有一天去我们家吃饭做客 他们家俩儿子 他那小儿子 因为我们家不是养猫吗 那小儿子就摸我们家的猫 摸完之后他过敏 然后很快他的脸就有点肿 后来我们就赶紧带着那孩子 去了附近一个医院 他们出门来 上我们家来串门 也没带证件 医疗卡什么的也没带 但是医院人家二话不说 就反正给打了一针吧 打了一个应该治过敏的针 也很快 很快就好了 当然在去那医院之前 他的症状已经有所减轻 也没有严重到什么地步 有的人要呼吸不了什么的也没有 就是脸有点肿 还有在我去医院做体检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有外国人来 有外国人来 就有英国人 英格兰的 有芬兰的 有比利时的 然后我跟他们聊过 据那个英国人说 就是当然他那些 他做的那个体检吧 检查应该也不是在 医保范围内啊 就是也是应该自费的 自费的 是做体检还是治病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这至少是两年前的事了 因为说实话 我的英文也不是太好 是那个 我的西班牙语更不好 是我儿子 陪着我去医院做体检 然后我儿子跟他们聊 我儿子在转述给我 我相当于二传手 我是被动接受的 所以 好像在西班牙 他做那个治疗或者检查 大概需要人民币两万 但是在英国 据那个英国人说啊 据他说啊 真实性我们没法做彻底的判断 据那英国人说是二十万 就是西班牙 在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只相当于英国的十分之一的费用 所以呢 是两万还是两千 反正是英国是西班牙的十倍啊 就他那个问题啊 就那个具体问题 所以呢 他们两口子飞过来啊 然后呢 做这个治疗或者检查 比英国便宜百分之九十 所以呢 他们愿意过来 过来之后呢 他们在这租个宾馆 再玩几天 然后再飞回英国 所以为什么像我们这儿有的城市 像我们巴塞罗那 有150多个国家的侨民 在南部有一个小镇上 35%都是侨民 当然侨民有两种 像北非 摩洛哥的 阿尔及利亚的 南美的 厄瓜多尔的 委内瑞拉的 哥伦比亚的 啊什么波利维亚的 啊秘鲁的 这些人穷国 是来这打工的 啊 还有一些富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啊 有些国家 瑞典 丹麦 挪威 他们是来这儿养老 度假 享受生活的 西班牙给这两部分人 啊 给穷的提供工作机会 能赚钱 给富裕的 能让你在这儿 哎 以养天年 每天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 是吧 我们这国家特别好 再见朋友啊 就聊到这儿啊 这个今天早晨的第三段 是吧 咱们勤快 是不是 哎 这还没吃早饭呢 就喝了一杯牛奶 啊 吃完早饭 接着跟大家聊啊 昨天聊了28段 是吧 前天聊了18段 最多的一天聊50多段 这两碟 咱们 咱们 得